见惑里头 第一个是神经 真真觉悟了 不再执着生死自己了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求生净土 如果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 对身体不重视 我们往生的时候没有障碍 为什么有人往生走得那么自在 不需要人诅念 诅念有好处 也有负作用 不能不知道的 不如法就是负作用 真正如法的诅念 到哪里去找 印光大使在文抄里头 讲了很多 诅念的时候 要如法 决定不要碰 王者的身体 不要去摸这个地方热不热 我不要 这都是大行者 可是 像这些话 没有人听呢 王者是不是真的到极乐世界 没人知道 祖师大德告诉我 只有在一种情形之下 他折磨死 什么情形呢 联宗的时候 他告诉我身边的朋友 阿弥陀佛来了 我跟阿弥陀佛去了 这这么说 这一点都不错 其他的 头顶发热 经上讲得很清楚 升天的人 头顶都发热 所以 临终最后 这个暖气 就是这个 热 从顶上消失 这人生天道 这个可以断定 是不是往生净土 不能断定 天道很多 说四王套利 这是大的 当中还有层次 那要看你修的多大佛宝 你到哪里去 在佛门当中 修的佛宝 一般都是四王套利 佛门中 佛宝大了 洪护佛法 这都是大佛宝 所以 这个见识 我们虽然没有断 但不 我们走的时候没有障碍 把这个事情看得越淡越好 那我们 在第一生当中 帮助别人 好事情 我们走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帮助我们 不要指望 这是最好的 指望临终的时候 有人帮助我 临终的时候 没有怎么办 那你到那个时候 失望 失望就埋怨 心里就不高兴 散途去了 这很可怕了 我们送往生 帮助别人 诚心诚意帮助他 我们自己走的时候 不依靠别人 这个心要坚定 那么能做到 当然能做到 摆在我们眼前的例子 榜样 增长了我们信心 古龙匠真人真私 走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送他 哈尔滨极乐寺 第一次开戒的时候 心无私往生 哈尔滨极乐寺 你看他多潇洒 那是有人送他 他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哈尔滨极乐寺 接应他 什么时候 等于说联络好了 哈尔滨极乐寺 他向 谭学法师要求 派几个人送他往生 那定西是当家私 派了几个人送他 真的不是假的 我用这个顶 你 这个顶 仍然是 我用这个顶 去 我用这个顶 我用这个顶 这个顶 我用这个顶